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MCO 但在FMCO里面不能不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 听说这个六月有超多的新剧牌在开播咧 这个六月的韩剧应该是神仙打架 而且有很多不算是续集 因为有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所以我觉得很多剧都可以看翻 已经开播了的顶楼第三季 哦 还是那么的狗血啊 但是他不狗血的话 他就不是Penhouse 了啦 只有你想不到的狗血 没有编剧做不到的狗血啦 可是很可惜就是 他一个星期只有一集 我觉得剧你应该会蛮难熬的 第三季也是最后一季了 也是就是最后最后了 就要看到底最后坏人们会有怎样的下场了 所以我们就只能讲说好的东西就值得等待吧 好 那接下来这一部呢就是 夏威在六月十二号开播的《婚池离娶2》 这个也是一个狗血剧啦 但他就是讲各种婚姻出轨的戏嘛 他在韩国那边的收视率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喜欢狗血剧的朋友 可能也可以考虑去看一看的 但是如果你不想看狗血剧的话 我们看一些年轻一点的 那就是《云看是蔚蓝的春天》 这一部是有拍鸡婚演的哦 哇 终于来了一部青春的偶像剧 因为你知道 就是在这样 stress 的情况下 一直还要狗血来狗血去 气来气去这样子 而且就是早前呢 他就释出了两张海报嘛 那那个海报一出了之后 就立刻分成两派的CP粉 一个呢 是鸡婚跟女主的一派哦 另一派是鸡婚跟男二的兄弟 不过讲真看了那个海报 还是蛮刺激一些的啦 可是人家明明就是 可能只是要主打 就是男生之间的友情 但是可能看在你们的眼里 就已经变成另外一个 You are my destiny 的感觉了 是不是 而下一个呢 就是在6月16日会开播的 《月坎爹》 而这次好像是比较走 比较温馨 比较治愈的韩剧 我看过是简介啦 他是讲说 这是一部探讨 《家》的意义 的一部剧来的 就是对你来讲 《家》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可能在这一段 大家没有办法回家 只能乖乖待在外地的一些 可能可以看一下 可能他会带给我们一些 温馨还是自由 我不知道啦 因为毕竟还没有开播嘛 而且因为之前啊 就是各种烧脑剧啊 玄疑剧啊 这样子不同感觉的 一个韩剧出现 可以轻松轻松 印象还蛮不错的 对 这样接下来这一部 我觉得就要交给 马琳哥来讲啦 因为他应该会 逃逃不绝的讲一个小时 因为我真的是太兴奋了 就是《机智医生生活》第二季 在6月17号就要开播了 一起来欢呼 因为我真的是超级粉丝 我只是看预告 我就已经可以觉得 我可以哭一顿了 他喜欢他们五个人之间的 化学反应 所以这些故事是很频繁 但是我觉得会很温馨 所以他的第二季呢 我就更加的期待 还有的就是上一季所留下的 就是义俊跟松和 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咧 我觉得他就是 编剧不会让你这么快知道 他们会不会在一起 我很喜欢他们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所以就很希望 赶快可以给点甜甜的 就其实一点点甜就好了 他们不用太腻歪了 对 接下来就是 6月18号就要开播的 Voice 4 已经来到第四季了 已经不知不觉 这系列已经来到第四季了 男主角是换成了宋承仙 但是女主角是没有变的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新的男主 跟这位女主有什么火花 而且我听不说 就是单单他们看一张 还蛮有猜测的 是说 这一次的大魔王 可能是个女主 嗯? 诶 这样这个是还蛮特别的 因为 好像之前 呃 杀人魔都没有看过是女生 这样子 大boss好像比较少是女 这样蛮值得期待一下 对 就是 有人猜测可能是男的 也可能是女的 这样子 因为他们凭着那些出演名单 这样子去判定啦 所以 不到最后 其实真的不知道大boss是谁 但是我们就期待看看啦 而下一部呢就是 没错 又是她了 又看到她了 深冈又来了一部慢改剧 她会在6月19号开播的 无法抗拒着她 哇 深冈真的 是欲又慢改男的 就是她这几部 最近这几部剧 都是漫画改编的 她可能真是 太适合出演 给漫画角色了 我好像觉得 我从来没有停止看过她的剧 就是 她的剧是 一部起一部 一部起一部 就她那个偷白起来好像蛮早的啦 我觉得她也是在努力的 在给大家 看她更多不一样的面啦 因为 她在这部剧里面 就是我看剧情简介 是说 她是一个 认为恋爱很麻烦 但是很享受曖昧的渣男 所以我不知道 她会不会真的是 演一个渣男啊 不是渣 享受曖昧的渣男 oh no 这样还蛮值得期待一下 欸 跟她之前完全不同形象耶 真的 这么帅的渣男 我还想可以 考虑一下 哈哈哈 想要帅就可以了咯 各位 你现实的吗 我觉得整个F&ZO 就是大家就要好孩都在家里看去啦 看看综艺啦 看看Ocean 谢谢大家 啊 啊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 铁八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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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过去的 我们等你 早前有一位网民爆料全智贤离婚的消息 只说崔春赫不想当全智贤的劳工而离家出走了 而全智贤也因为广告合约和违约金的关系所以不想离婚 不过很快的全智贤的经纪公司就发声明了 表示离婚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之后全智贤的老公还换了社交账号的背景和头像 以韩语的可爱发音在灌篮高手其中一幕披上 我想当全权老公 结果还让我们吃了一顿狗粮啊 Kingdom的最终之战完美落幕啦 决赛那天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直播 最终选出的冠军就是StrayKicks 冠军是以两项投票成绩选出 分别是事前新歌姻缘评价和直播全球评价 决赛当天每组都带来了精彩的舞台 大家的表现都很棒 最后还是要恭喜StrayKicks拿下优胜哦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 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哦 安妞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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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뷻 艾 艺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